不能走 小白就得在这儿干下去 他没犯错误 我凭什么让他走 这么 什么意思啊 我看清楚你了 你别这样 你把话说明白 你干什么 小白 你刚叫什么 我叫错了 你还说你跟他没事 我这说 我这说秃鲁了一紧张 我口误啊 你要心里没想着他 你能把我叫成小白 我叫成小白怎么了 叫小白怎么了 你天天一进入 就跟我说小白小白呢 我到了公司我也在想 我这脑子里就有 有这个小白这个事 你要让他走 我还能逼你吗 我有病啊我 你就是有病 你记忆心太强太霸道了 你知道吗 我叫了个小白又怎么样 能代表什么 你说咱俩 好了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咱俩终于结婚了 有这么好的家 这么大个房子 还不知足吗 下了班 在一会儿吃个饭 聊聊天就睡觉多好 睡我一个好觉吗 不是这事就那事 什么短信了 又不能赔酒了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你说完了 我说完了 我是不是 我挺 你觉得我挺过激的现在 我有点激动事 我最讨厌就这样了 就封顶了 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子的 你以前也从来不会这样对我 你也从来不会这样说我 对 是我 你现在看见我什么样了吗 你知道了吧 你原来你也不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多毛病啊 你原来给我提过这么多 无理的要求过吗 不是你委屈什么 你哭什么呀 你别这样 我还委屈呢 我跟谁说去啊 不说了 放让他 妈给你打电话 主要是想跟你说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你就 来接他一趟 给他个台阶下 好好 没问题嘛 明天我有时间 我去接小棠 那好 那我明天在家等你 正好明天 我给你们带点北京的特产 小吃什么的 给你们带回去啊 不用不用 千万别花钱 你自己来就行了 你来接他 他就一高兴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好 那行 你早点休息吧 妈挂了啊 担心 小吃 担心 小吃 担心 白不 担心 鸡蛋 多吃菜呀 你干嘛呢 熟米粒呢 多吃 唐 吃菜呀 今天这菜是爸爸炒的 跟你妈有什么不一样 知道的 怎么不一样啊 一个成功厨师的庙学在哪 尝尝 肯定不一样 多吃 喝好了 多吃 有人敲门 听见了 大 陈远来了 来来来 陈远来了 来来 妈 坐 回家你还带什么东西这孩子 真是 都不 这是酱学纸的 挺好的这吃 吃饭去吧 坐坐 赶紧坐下吃饭 给拿碗块 拿你的成饭 汤 别跟我气了啊 来 吃 谢谢 妈 你来喝点 吃吧 来 干嘛呀你 你干嘛呀 去哪儿啊你看 这孩子 你怎么就是长不大呀你 任性 没事 都任性 这孩子 这 其实 这次这事吧 主要是怨不我 我在家那会儿 我就应该 好好哄哄小汤 其实就好了 就不至于到现在这样 又给你那添麻烦 让你操心了 没事 我好日子不好好过 你瞎折腾什么呀 我跟你说的话 你都白说了 赶紧吃饭 吃完饭跟陈远回家 爸 这个陈远都主动检讨了 那吃饭 怎么回事啊 吃饭 吃饭 其实小达进步挺大的 是吗 对 没有原来那么任性了 怎么也有进步了 跟我们说说 说说 反正我们俩有什么事 都怨我 都怨我 真的 干嘛呀你 吃这个 好久没吃爸妈做的菜了 好吧 你爸爸今天下厨 喝 是啊 那我可得好好尝尝 我一般不轻易出手 比我做的差远了 汤 来 好 多吃猪蹄 美容 小孩啊 你上次说那叔叔伴呗 行 没问题 对对对 那你稍等去啊 那先这样吧 你下午直接过来就行 好嘞 你怎么也没来啊 没来啊 昨晚晚上跟我说 回老家一趟的 回老家了 对 那行 回头再说吧 白雅 怎么了 你现在不忙吗 我不忙啊 你坐上我给说点事吧 跟我说事 好 我看不算是 没骗人 韩手 这是 我摩托 你们 你看 说